磷酸二清甲拿来养花的时候到底是用热水还是冷水 今天我来统一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哈喽大家好,我是伊拉克僵尸爸爸 之前两天拍了一集视频关于磷酸二清甲拿热水溶解还是冷水溶解 这样的一个视频获得了非常多的评论 一个晚上100多的评论我实在是回复不过来了 所以我专门做了这期视频去回复一下大家 我看完大家的评论之后 我发现大家可能有些误解 以为磷酸二清甲是一些类似于菌肥一样的东西 拿来吹花吹果了,错了,完全错了 我磷酸二清甲属于一种无基盐 跟我们吃的食盐那个东西差不多 当然了这个是不能拿来吃的 磷酸二清甲里面的主要成分就两个 一个是五磷化二甲,一个是氧化甲 这两个东西都是晶体,晶体状的一个化学物 当然了,五氧化二磷这个东西也有粉末状的 为什么有些朋友的磷酸二清甲涌解的速度比较快 专业的机器把磷酸二清甲研磨成粉末 这种磷酸二清甲的确会溶解的速度会比较快 但是价格也会比较高 咱们用的磷酸二清甲这里面两种成分 五氧化二磷还有氧化甲 五氧化二磷的比例是52% 而氧化甲的比例是34% 这个跟不同的商家有点区别 这个两个加起来的总比例已经接近了90% 所以说如果是磷酸二清甲能不能溶解 就看这两位大哥是否是溶解 而这两个大哥您可能不叫他们都是能吸水的 所以只要您的盖子平时没有盖好 它会自然的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 这也是导致磷酸二清甲放久之后 越来越难溶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我们拿热水跟冷水溶解磷酸二清甲 会不会形成反应呢 这个是不愧的 您可以放心 因为磷酸二清甲除非在400度的高温情况下 它才会吸出它的水分 一般情况磷酸二清甲是不会形成反应的 那我们加热水跟冷水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饱和度的问题 很多朋友在视频评论区里面 讨论的最多的就是我这个水 那个饱和度的问题 都说这个水量太少 放的磷酸二清甲太多 然后就导致这个盐还没有溶化 然后热水因为饱和度提升了 它可以溶解更多的磷酸二清甲 所以这个磷酸二清甲就饱和度提升了 所以没全部溶解掉 这个也对也不对 您看我这杯热水当初放到现在 我还没冻过 现在冷却过后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任何的盐分 没有吧 但是这个冷水放到现在 它底下我还能清晰的看到一些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 这就是差别 我们在养花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温水 甚至拿热水来溶解磷酸二清甲 就是防止我们使用的时候 有部分的磷酸二清甲 没有被充分的搅拌 而导致沉积在喷壶的底部 这种沉积在喷壶的底部 可不是个好消息 因为大部分的喷壶直接吸的是喷壶底下的水 所以它会优先把浓度比较高的液体喷出来 这种高浓度的磷酸二清甲 是很容易伤害到我们植物的 我们仅需要用少量的热水 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用的两克 甚至四克的磷酸二清甲 彻底的溶解掉 不需要再弄更多的水 当它全部溶解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到喷壶里面 这样子再兑水下去 就不会有晶体没有彻底的溶化掉 而导致沉积在花盆底部 有朋友说 我用100度的热开水 倒在这个杯子里面做甲 老实说 我这个是专业的奶茶杯子 我在我家里楼下 我起码有几万个这样的杯子 因为我以前做过奶茶 所以这种杯子能不能赖高温呢 是我是最清楚的 您如果不信呢 我本来今天想做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后来想想好像没有这个必要 不信就不看呗 是不是 我想明确几点 第一我不卖肥也不卖磷酸二斤甲 我更加不会靠这个视频去赚多少钱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家的门外是一片拆迁地 那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我就是一个拆迁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磷酸二斤甲在使用的时候 拿热水溶解之后 再对对到喷壶里面 再加两升的水 这样子可以让磷酸二斤甲彻底的溶解掉 您可以专业的人是没有必要 觉得没有必要 对您知道怎么搅拌均匀 您知道买粉末状的磷酸二斤甲可以省点事 但是对于很多新手来说 我不知道磷酸二斤甲分晶体状和粉末状 所以我不知道情况下 我直接倒到喷壶里面 很容易导致部分的磷酸二斤甲没有溶解掉 要知道磷酸二斤甲是水的密度的四倍 所以它基本上都会沉在底下 没有充分的搅拌均匀 很容易导致底下的密度非常的高 而导致烧叶子烧花 第三个 磷酸二斤甲不是细菌 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所以在稍微高温的情况下 是不会产生变异或者变质 也不会影响肥料的肥力的 当然如果你能把它加热到400度 那另外算 正常来说我们溶解磷酸二斤甲 也不需要用到开水那么高温 三四十度呢已经可以把磷酸二斤甲 彻底的溶解掉 一般我们花盆的用量呢 一千毫升的水呢 一千毫升的水呢 也就对一到两克的磷酸二斤甲 而我的喷壳是两千毫升 也就我需要用到两到四克的磷酸二斤甲 如果两到四克直接倒到那个喷壳里面 是很容易导致沉积的 所以你养花的时候使用磷酸二斤甲 要懂得分热水跟冷水 这样的溶解会让你磷酸二斤甲 更有效的服务于我们的花卉 让磷酸二斤甲真正的成为万名的养花肥 好了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是伊拉克僵尸爸爸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